玄武门事变后第三天 李渊下诏策立李世民为皇太子 同时下诏 自今军国术士 无大小 稀为太子处决 然后文奏 李世民以太子身份 开始代行起皇帝的责任 而李渊从这时起 便和外界断绝了联系 这位唐朝的开国皇帝 就这样在世人面前悄然笑诗 整整两个月后 李渊将皇位传给了自己尽存的底子 大唐王朝第二位皇帝李世民 正式登记 没有人知道 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 李渊有着怎样的遭遇和心境 历史在这里留给后延的 是一段耐人寻味的困牌 我们如今可以从史记中查阅到的 只有身为太子的李世民 在这两个月之后作诗 在这两个月中的死后作诗的回忆 为兵部上书 8月4日 以前天策府 兵曹参军杜燕为御史大夫 幼内副帅张公锦为幼侯将军 幼内副帅李克施为领左右军将军 至此 李世民集团成员和支持李世民的官员 控制了国家的要害部门和职位 完全掌握了全国军政大权 有些学者就分析 就这个时候开始 实际上李世民已经派兵 把他给软性起来 然后就把他给弄到宫外面去住 他住的宫 就是原来李世民住的宫义宫 后来改为人家大安宫 他最后就去世给他在宫里头 这些学者分析可能是有道理 就是说他把软性 这实际上一切权力都已经归了李世民 作为开国皇帝 作为父亲 李渊也许曾有过最后的幻想 在他对儿子进行了妥协后 六十岁的他 希望能和李世民逐渐走路正常的皇帝与太子 父亲与儿子的亲情关系 就像过去九年 他和李建成所一直维持那样 但最后 这种幻想终于破灭了 不管是他自己觉悟的 还是和李世民之间有过某种形式的沟通 李渊终于明白 如果他不想结束自然生命 恐怕就只有主动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 才能让那个硕活仅存的儿子彻底安心吧 李渊的意志力和自制保全了他自己 客观上也阻止了一个为夺取皇位而突侵灭门的惨剧的发生 玄武门之变以最小范围的牺牲 使李世民在事变前夜的规划得到了最圆满的实现 这个是李渊的一个性的落点 应该说玄武门之变和他之前的处置失误是有关系的 如果说他在比较早的时候就意识到李世民功高难上的话 那你应该挫折一下他的功劳 不要时时处处都让他去冲在前头 或者说你给李建成更多的表现机会 然后让他能够在这个陈民心目中树立起更高的形象 或者你就这个壮士断腕 就算李世民有非常大的功劳 我也要保证太子的安全 我一定要把他拿下 或者你就说我更愿意欣赏一个英才 而李世民他这么年纪轻轻就有这么大的功劳 我认为他是一个不世出的君主 就干脆把李建成拿掉 无论哪一个他都可以做 但是他最后都没做 所以最后才成了皇帝 其实是一个被人利用被人左右的这么一个角色了 然后下边帝国乱成一团 所以我想可能他的这种一些心情的重视 这种老谋深算在一定程度上也误导了他 使得唐朝在一次建国之后还要来一个再次建国 其实学我们之变我认为是一个再次建国的过程 公元626年10月26日 登基还不到两个月的李世民下诏 追封已故太子皇兄李建成为西王 嗜好为尹 是为西尹王 皇帝齐王李元吉为海陵郡王 嗜好为尹 是为海陵尹王 以皇家散礼重新安葬 李世民之所以要这么做的动机 恐怕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 是为了稳定人心的政治需要 还是为了贫富心中那份无法抹去的内疚 又或是二者皆有 据说出葬那一天 李世民大哭一场 显得十分哀痛 身为李建成旧臣的魏征 上表请求 陪送铃车到安葬地 李世民答应了他的请求 并命令原东宫和齐王府的幕僚署官都去送葬 李世民登基后的第二年 改年号为贞官 中国历史上无比辉煌的贞官之志正式开启 贞官十六年公元六百四十二年七月八日 李世民正式下诏 恢复了李建成皇太子的封号 此时距离玄武门之变 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六年 没有玄武门之变 就没有贞官之志 因为不通过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就当不了皇帝 他就没法统治他那个时代 那么从贞官之志的角度讲 他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 他希望人们 淡忘对玄武门的记忆 多一点正面的记忆 那他怎么做呢 他只能把天下治理得更好 让大家能看见他正面成绩 那那个负面的事情呢 就会记得少一点 就是正面分多了 负面的分就会自然就会少一点 所以也有人认为呢 这是玄武门事变对贞官之志的又一个影响 这个影响就是因为皇帝有原罪意识 所以他要改变这种印象 所以就更努力 使得他主观上更努力的建设国家 就成了贞官之志 谢谢